突然是子瑜在过年期间回台湾 和家人一起度过愉快的假期 期间他除了到台北找西小瓜玩 还跑到平溪放天灯 希望爱的人都健康平安 心想事成 不过子瑜这次回台还不止这样 他和家人一起到高雄农石六赏屋 最终买下雄刚信义美术馆 170平的高楼层豪宅 并付有三个车位 总价超过1亿元 而据了解住在台南的子瑜 会选在高雄买房的原因 是因为妈妈投资的诊所 刚好在新买的建案对面 建设公司也证实了这件事 有房产部落客就表示 只能说生的好 有些人23岁还在无所事事 跟家里拿零用钱 这也算是台湘返乡资产的案例吧 而得知消息的韩国网友也表示 看来TIS成员资产应该都超过百亿吧 买下顶级豪宅 子瑜真的太孝顺了 和爸爸妈妈一起要幸福哦 还有网友搞笑表示 子瑜我是你妈妈 赶快给我联系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